以色列軍方負責人週三宣布 初步調查結果顯示 在對袈裟的空襲中 炸死7名世界中央廚房的工作人員是嚴重失誤 以色列軍方參謀長赫茲·哈勒韋 在電視講話中表示 對襲擊中罹難的人員表示哀悼 調查結果將在幾天內公布 另外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 週三回應事件 表示拜登政府將繼續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力 同時 科比也表示 以色列在加沙展開清剿哈馬斯的行動時 必須採取更多措施 防止無辜的平民和援助人員的傷亡 週一 7名人道援助者 在以色列對加沙的空襲中喪生 他們中包括英國、波蘭、澳大利亞 和美加雙重國籍的公民 他們的遺體在週三被運出加沙地帶 進入埃及境內 準備運送回國 新唐人記者趙鳳華、田園 最後報導